翻着画本 每一幅画都是在战壕里完成 描绘着在乌军前线的生活 战友的恐惧或是梦想 这些画作出自一位乌克兰士兵之手 当画作越来越多 他开始将这些作品po上IG 这些漫画都是在执行军事任务中间 短短的休息时间 一点一点累积描绘而成 而其实这位士兵 原先是一位印刷厂的工程师 不是漫画家 也没有任何军事经验 在二零二二年二月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初几天 他就自愿加入部队 这个志愿部队已经铸造两年多 全是原本在民间 从事其他行业的志愿军 他表示俄罗斯擅长战斗 他们必须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 否则等到俄军入侵后 可能被迫进入俄军 与自己的国家对抗 他最近的一幅画作画出心目中 胜利的模样 期盼和平终将到来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 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